据台媒的报道 原本信誓旦旦要出席 5月20号停审的大S在开庭前突然突发疾病运道 没办法出席今天与王小飞的第17场官司 只是这件事情却有很多人表示 早就已经预料到了 毕竟大S已经不止一次 因为各种原因 不愿前往停审现场与王小飞当面对峙 甚至有不少人觉得 大S就是故意躲着王小飞的 而之所以这样做则是有两个原因 那么大S为何不愿意出庭呢 这其中又有哪两个原因呢 大S出庭当面对峙 之前张兰在直播间 透露了20号的时候 大S与王小飞要在台北进行第17次停审 这次的停审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S酒店的股权问题 这对于王小飞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毕竟大S今年状告王小飞的案子 确实特别的多 几乎每个月 王小飞都要来台湾审一次 与大S对部公堂 只是这几次的停审 大S却有各种的理由 不出席停审 甚至直接无视法院的规矩 不出席不露面 哪怕法院上门送文件 大S也不接 这让很多人都不明白大S为时梅要这样做 直到这一次 有媒体爆料 大S决定亲自参加停审 跟王小飞当面对峙 之所以大S会如此做 就是因为这个股份对于如今的大S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 要知道因为之前几次停审的失利 大S不仅没能在王小飞的身上 得到更多的利益 反而因此导致她的抚养费严重缩水 再加上马小梅的建议 使得王小飞直接以基金的行事 将抚养费变成了专项款 也就是说 以后王小飞给的抚养费 必须报备 是给孩子使用的才能拿到钱财 绝对不会留给巨俊叶半分 或许也就是这个决定 让大S不得不亲自出马 与王小飞一战 只不过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大S会与王小飞对簿公堂的时候 台媒却传来消息 声称大S再次在出庭之前病倒了 陷入了昏迷 被送往了医院治疗 不过对于这个消息 有很多网友都表示 自己早就已经猜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毕竟之前 大S就曾经被爆出在复出的节目上晕到 被送往紧急就医 所以很多人都猜测 大S会不会也在庭审前一天 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出席 果不其然 大S就因为身体的原因 进了医院 大S官司难赢 其实有很多人猜测 大S之所以来这么一出 就是因为他知道 这次的起诉自己大概率不会取胜 要知道大S之所以能赢之前的关系 很多都是因为大S会使一些盘外招来对付汪小飞 就比如这次的毒品报告事件 就是大S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 我们都知道虽然汪小飞越来越理性 类似夜里强闯大S豪宅之类的事情 汪小飞已经很少去做了 但是汪小飞实名举报大S的事情 却是很多人都看见的事情 因此如果这件事情是假的话 最起码在舆论的方面 大S可以让很多人对汪小飞产生厌烦的心理 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判断 只是很多人不清楚的是 大S这样的行为却是适得其反 要知道大S虽然晒出了自己检测的单据 但是却有人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之处 那就是大S的这份单据上 显示大S是有在长时间服用 镇定类的药物 对于这个药物 大S的解释是 这个药物是医生开的处方药 但是很多人不解的是 这个药物在大小S 范小轩三个人的检测报告上都有 三个人患上同一种病 这样的情况却是很难让人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假 要知道之前汪小飞就曾经爆料过 大S曾经拿其他人的证件 去购买这类药物 如果大S真的过度使用的这一类的药物 那么汪小飞说的话 那就是铁一般的事实了 大S的这种行为 明显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很明显大S的骚操作 还远不止这些 就包括这次告汪小飞的这件事情 就是大S整出的腰儿子 要知道 这次大S要的股权 原本就没有大S什么事情 他告汪小飞的理由是因为 这个酒店作为曾经汪小飞对自己是爱的见证 用了自己的肖像权 自己也算是利用自己的名妻 给这个酒店代言了 所以说这个酒店 理应有自己的一份 但实际上我们都清楚 现在这个酒店的价值 一年的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 只要拿到一定的股份 那么抚养费的损失 就可以补上一些 而且只要酒店不倒闭 自己就可以一直在这个酒店身上吸血 下半辈子 自己和聚俊业就不用为钱发愁了 但是很明显这次汪小飞是带着脑子来的 他只用了两步棋 就彻底让大S丧失了主动权 首先汪小飞直接退出了汪喜公司的股东行列 并将酒店卖给了大公司 也就是说现在这家酒店已经不是汪小飞的所有物 因此大S只能将目光瞄准 这个酒店背后公司的股份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 张兰也是有预料的 当初张兰在直播的时候就说不能让汪小飞的兜里有钱 当时人们还以为这样要对付马小梅的手段 但其实这就是针对大S的 只有汪小飞手上没有财产了 大S还不会将主意打到汪小飞的手上 正因如此 现在汪小飞与酒店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大S想要要股份就只能找其他人 不过也有人发现 这个买走汪小飞手投股份的汪喜 似乎就是汪小飞的父亲 所以汪小飞这波转移财产 也是用得十分六 只是比起汪小飞的从容不破 大S如今的处境就显得比较尴尬了 有博主爆料 大S因为手投实在太紧 很多东西都需要花钱 所以没办法只能管自己的母亲去要 因为当初大S卖掉第一套婚房的时候 曾经得到了一笔钱 留在了S妈的手里 只是他一直都没有给大S 这导致了他与S妈之间 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除此之外 还有大S与俱俊叶的关系 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甜蜜 因为金钱的问题 两个人的关系基本上已经降至冰点了 大S不敢面对汪小飞的两个原因 其实大S这次在庭审前晕倒的原因 有很多人猜测大概是两点 第一就是大S自己也清楚 这一次根本就不可能胜诉 这么做就是向汪小飞卖惨 让他向自己妥协 第二点就是这几次庭审 大S不想出现在汪小飞面前的原因 就是大S是下定决心要耍赖到底 要知道大S对付汪小飞的最大绝招 就是不让汪小飞见两个孩子 但如果两个人见面的话 汪小飞就能有一万个理由 要求大S让自己与两个孩子见面 如果不让汪小飞就能通过法律的手段 见到两个孩子 所以不管怎么说 大S从一个独立女王的形象 变成了如今的告命夫人 简直是令人唏嘘 还不如两人好好和解 为了孩子互相退让一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